大家好,歡迎來到原石咖啡,我是俊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買的一台對暖器 這台電暖器叫做暖霸 它是用石墨烯這個材質製作的電暖器 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它的廣告 看到它用石墨烯這個材質來製作 它的功能會跟一般的對暖器有一些不一樣 我現在是在我們的淡海工作室 淡水這邊大家的印象就是它容易會很濕又很冷 所以我當初在搬過來的時候 我就先買這台電暖器 想說冬天的時候可能會需要用到它 那我現在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心得 那今天是1月11號下午的5點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溫度是18.6度 我們室內的溫度計 那濕度是57度 那室外的話 它目前我看這個氣象局 溫度是12度 那它有寫體感溫度是只有6度 我們在外面走的話真的是覺得還蠻冷的 可是現在在室內 那因為我這邊可能樓層也比較高 那也是一個新的建築 所以室內的感覺 其實並沒有到那麼冷 其實體感溫度我覺得可能在 18到20度左右 我現在穿了一件博外套我覺得還蠻舒適的 那濕度也沒有很高 因為我剛其實看窗外是 有一點霧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室內的濕度大概是60度左右 那我另外也有買一台除濕機 那像現在比較稍微濕一點的天氣 我常常會打開除濕 不過目前這個房間我是沒有開除濕機的情況 大約濕度是60度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使用這一台暖氣的一些心得 那這台機器的操作其實它是蠻簡單也蠻直覺的 像面板上的控制它有一個開關 那只要把開關打開 其實它就開始運作了 那它這邊有目前環境的溫度大約是20度 那它的功率就是顯示它現在 這個在加熱的一個功率 那它有這個負離子 其實如果按下去的話就有產生負離子 那也有定時的設計 那也可以調節溫度看你要設定到幾度 是還蠻簡單操作的 那它有附一個遙控器 那從這遙控器裡面一樣我們可以控制開關 像我現在如果用遙控器把它關掉 它就關閉了 那用遙控器上面 也可以再把它開啟 那或者是溫度的調整 然後定時 模式 負離子安全的說 它在這遙控器上也都可以設定 所以其實使用上 是蠻直覺蠻簡單的 那它也可以用WiFi連結到手機上的App 那它就可以有更多 功能的一個選擇 那甚至可以做到遠端控制的一個效果 那我想功能性的使用上 這個介面的設計 還蠻簡單的 蠻直覺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試看看 它的 加熱的功能 讓整個 房間溫暖起來的功能 是不是像它廣告所說的可以這麼的快速 那我們現在看到它的環境溫度 20度 21度 慢慢在上升 它的功率現在是99 就是用最強的功率在加熱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看看它 讓整個房間溫暖起來的效果怎麼樣 我們剛才開啟暖氣之後 經過大約10分鐘 那我們看到暖氣 它的溫度是有上升 那暖氣周圍 的確變得蠻溫暖的 但是我現在是離暖氣有一段距離 在暖氣現在在我的右前方 那我們在這個桌子上看到的溫度計 它溫度還沒有很明顯的上升 還不到20度 可能跟剛才比起來大概上升的1度左右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暖氣那邊的溫度的狀況 這邊現在是我所在的桌子的地方 它的溫度還沒有很明顯的上升 那我們的暖氣是先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沒有距離很遠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現在暖氣這邊它所呈現的溫度是幾度 那今天因為我是為了拍攝方便所以放在桌子上 那平常使用我是會放在地上 那我們現在看到暖氣這邊 它自己所顯示的溫度是已經來到了25度 所以比較靠近它的時候的確是有感覺到比較溫暖一點 可是 離它比較遠的 在桌上那個溫度計啊 10分鐘的時候 還沒有很明顯的上升溫度 那因為我們知道熱網上升嘛 因為剛好上面我有台冷氣 它也會顯示溫度 讓大家看一下 目前現在冷氣這邊顯示的溫度是22度 比剛才有上升一點點 好那因為這一台暖氣 它的好處 就是 其實它是沒有 內建風扇的 所以它在使用起來像我們現在它在全速運轉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邊在錄影一邊在收音大家可以發現說 它沒有什麼 雜音 噪音 所以當初會買它的原因也是因為 它在使用過程當中不會發出聲音 所以如果要一邊拍片一邊用它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它是不會產生一些 噪音的 但是我想這也是它的缺點就是它沒有 自己內建風扇去幫助空氣的循環 所以它可能要讓整個室內溫度溫暖起來的話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讓這個熱 平均的去 分佈到 整個室內 它沒有這一個風扇的幫忙 空氣的流通 所以我來試試看就是我開一個電扇好了 那我旁邊這邊有一台電扇 那我打開用它最小的風 來吹 但這台電扇它最小的風其實也是蠻安靜的 那下次我有機會再來介紹這台電扇 那用這個方式來 幫助這個空氣的流通 看等一下它是不是會整個溫度 上升的快一點 那我們現在已經開啟了20分鐘左右了 那我們看到它的溫度已經達到了30度 那是在機器 這裡的溫度 那它的功率也下降到了用8% 80左右的速率來做一個運轉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我們座位這裡 我們這邊的溫度計 現在顯示的是22.5度 比剛才有再更上升一點 但是我覺得 體感溫度可能已經有來到25 26度 像我現在是已經穿著短袖 我在這個空間裡面我是完全不會覺得冷的 覺得還蠻舒適的一個溫度 所以這台電腦遊戲我覺得它的確是能夠蠻快速的 把溫度提升到一個舒適的溫度 那它的好處是它的升溫快 然後它因為本身沒有內建風扇 那在運作過程當中 也不會發出什麼噪音 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很適合是因為 有的時候我會一邊拍片 那也需要讓溫度稍微高一點比較舒服 那它不會去影響到我們拍攝時候的收音 或者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那因為很安靜的狀況之下來使用它 它也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很舒適的溫度但是不會有噪音我覺得這一點是蠻好的 但相對的缺點就是因為它 沒有內建風扇所以 它要讓整個室內的溫度能夠均勻的上升的話 其實它花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那如果我們自己開一個電扇 或者是循環扇 讓這個室內的氣流 空氣循環更好一點的話 是有助於讓它的溫度上升更快的 那另外一個是因為它電暖器是一個非常高耗能的一個電器 所以當如果我們插座上有 其他 這個電器器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是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會建議像使用這種電暖器的時候都要用獨立的插座 就單一的插座 那是直接 一個獨立的回路 不是說你拉一條延長線上來只插它一個 因為我有些電燈是插在插座上的 那如果跟這台電暖器插在同一個插座上的話 就明顯會受到它的影響會有點閃爍的狀況 那像這台電暖器它 耗能是真的很高功率很高 所以會建議說你的插座上面 就只單獨讓這台電暖器使用就好 不要 跟別的 這個電器一起使用 那我想不只是它 其實電暖器都是一個高耗能的產品 所以在使用的安全上 盡量給它一個獨立的回路會是比較好的 在搬過來淡水的時候之前就聽很多人講說淡水的冬天是會濕 然後又很冷 所以我們在搬過來的時候我就已經順便買好了除濕機電暖器 那除了這台電暖器之外還買了另外一台是可以燒煤油的這種煤油暖爐 因為那個時候聽說好像真的很冷的天氣這種電暖器可能不夠力必須要靠 燒煤油的暖爐才有辦法真的把室內的溫度提升上來 但是 目前我們 在淡水這段時間 遇過的幾波比較冷的氣候 像今天 外面氣象局 是說會到12度 體感溫度6度 但我們實際的感受上 其實好像室內我們剛才開溫度計是18度 那我們的體感我覺得也沒有倒震的那麼低啦 那我們用這台電暖器其實目前都還蠻 能夠應付我所遇到的一些溫度 那另外一個是濕度 其實像我們現在看到它的濕度 並沒有很明顯的下降 其實這台電暖器 它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並不會耗氧 也不會降低濕度 那有一些它是會消耗氧氣 那有一些會降低濕度 那像這台石墨烯的 除濕的原理它就主打是它不會耗氧 也不會降低濕度 那消耗氧氣這一點其實是蠻重要的因為如果你在一個比較密閉的空間裡面 它一直在消耗氧氣的話其實會蠻危險的 所以 當你的這個暖氣的類型它是會消耗氧氣的話你一定要記得一定要通風一定要開窗 那這樣子才不會造成危險 那另外就是除濕這一點 那我想如果像在淡水這種比較濕的地方 它也可以變成是一個優點 因為它可以順便幫你除濕 但是如果有一些使用狀況 像我們是在一個比較小的空間 那目前的濕度也不希望再除濕了 那除濕反而會變成是一個 缺點它可能會變得太過乾 那你可能要另外再加濕 所以像這一台石墨烯的話 它就是不太會影響濕度 那也不會耗氧 它是單純的去 加熱 讓我們的室內變溫暖 我覺得目前我使用起來是還蠻不錯的 那像我自己是比較不怕冷 所以通常我真的是在很冷很冷的時候我才會開 而且通常開 一兩個小時我就會覺得整個空間都變得很溫暖了 我就會把它關掉 所以像我最常用的時候就是我在睡前 我可能會先開個一個小時 把我的臥室整個變得溫暖起來 那 那我就會設定定時 讓它一個小時就自動關閉 這樣子其實睡著了之後蓋著背就蠻溫暖的 我就不會繼續再開著它 剛才我有用電風扇去幫助我們整個室內空氣的一個流通 那這台電風扇剛好有一個遙控器 那暖氣它也有一個遙控器 那我使用的經驗是 這兩台啊 可能剛好頻率很相近 所以我發生過幾次就是 當我要操作這個電扇的開啟或關閉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暖氣也跟著 它去 開啟或關閉 那有遇過幾次我覺得是比較不好的狀況就是 因為我先把暖氣關掉了 那 電風扇還在運轉的過程當中 我要把電扇再關掉的時候 當我關閉了電扇的同時 那暖氣它可能感應到這個訊號就它變開啟了 那如果 我沒有特別注意到這一點因為暖氣機通常是放在地上 如果沒有再過去檢查的話它就會變成是其實它持續一直在運作 那萬一我出門啊或者是就 沒有再去注意到它可能就會一直連續的運作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是蠻剛好遇到我的電扇跟我的暖氣居然它的遙控頻率是會互相干擾的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樣有這樣的狀況的話可能 最保險的狀況還是你自己要隨時去確認這台暖氣機 是不是有正常的關閉 它可能會被 別的遙控的訊號去干擾 變成是不小心把它開啟 那一方面是因為畢竟這是一個 高 產生熱能的電氣 如果你不在室內的時候 長期它這樣使用我想會有一定的危險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很耗電 所以當你不在這個空間 它一直開啟 的話也是一直會消耗你的電費 那這一點是要靠大家自己注意啦 就是說你不要只是覺得你用遙控器按了它有逼一下就關了 可能你還是要走過去看一下說它是不是 確定有關閉的狀況 好那這是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使用這一台 暖把電暖氣的一些心得 那之後我們會有更多這個電器的使用心得的分享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